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這麼多人聚在一起唱聖誕歌 究竟這是什麼活動呢 今天我們正式開始 我們一年一度的聖誕總歌節 就是由兒童法師配對基金 每年舉辦一次 其實目標就是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是喚醒香港全城的人 將聖誕節的期間愛與其他人分享 我們聖誕總歌節 就動員超過一萬人 在街上用聖誕的詩歌 帶出愛的信息 帶出喜樂的信息 帶出平安的信息 帶出祝福的信息 讓那些孩子知道不單止有錢 不單止有目標 其實人更加需要從上頭來的愛心和盼望 聖誕總歌節 今年已經是第三屆 大會估計今年的參加人數 接近一萬人 只要湊過十個人以上 每節總歌六十分鐘 歌曲以聖誕為主題 還有每人捐出最少二百元 去支持兒童發展配對基金 幫助基層兒童早日脫貧 就可以參加了 聖誕總歌節其實是為了這個城市 原來有大概二十幾萬的孩子 是活在貧困家庭裏面 政府就推出兒童發展基金 那個概念就是目標儲蓄 每個月二百元 但我們就動員全香港所有的人士 包括教會、企業 每個月給二百元 兩年之後呢 就四千八百加四千八百 就變成九千六百 再政府給多三千元獎勵 拿著這些時間其實是怎樣呢 就能夠給他朝著他的目標 做體育教練 你可以學一下 就是打球 你朝著音樂 你也可以請到一些人教你音樂 因為我們相信 一個孩子的目標不只是入大學 他可以走到人生的路 再加上很多基督教前線的機構 很多社會服務機構 就幫他找目標 財務的管理 和提升他的抗疫力 加上這些時間 他就能夠有方向去實踐他的目標 透過喚起全香港人 對這個問題的注意 就是脫貧的問題 幫助貧窮家庭的注意 是能夠讓這個香港 一個最比較上 我們現在面對比較上 嚴重的一個社會的問題 是能夠全民去參與去解決 我們覺得這個問題 實在是非常大的問題 靠一兩個人 或者靠一兩個機構去做 是根本上做不到的 是要透過全城 啟動全城的人去參與 然後才能夠希望能夠做到 能夠成功 兒童發展配對基金裡面 液徹有私有計劃 給一些在社會上工作的朋友 幫助有需要的兒童 去確立人生的方向和目標 目標呢 香港就太窄 似乎你進不到大學 你就沒有目標 所以很多貧困孩子 很早就放棄了 他們想著 我都未必進不到 其實不是的 香港不可以 只是金融業和地產 你變成目標重新去定 你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朝著目標去進發的 大家都知道 很多赤瓶家庭的兒童 在他們成長的過程裡面 第一他們覺得 人生可能會不會盼望 另外一個 他們覺得 有很多其他小朋友 能夠做到的事 他們都沒有資源去幫他們做 所以他們會希望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運動 是能夠第一 讓他們知道 在人生裡面是有 可以自己定定標 去成功地去達到這些目標 第二個就是 讓他們能夠有這個資源 去參與他們的學習 最重要的是 讓他們感受到 社會是沒有忘記到他們 是每一個人 有人關懷他們 有人願意 將愛心跟他們分享 鄭慕智博士 也都希望 一班赤貧的兒童 不單止可以脫貧 也都可以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 藉著師哥認識上帝 我們做基督徒最大的 就是我們人生裡面有盼望 第二就是 基督教訓就是 我們要大家 將基督的愛 與其他人去分享 希望小朋友在聖誕節裡 都感受到聖誕節的喜樂 平安 更加能夠在聖誕節裡 感覺到人生裡面充滿機會 充滿有盼望 也都感受到其他人的關愛 要讓我看幾乎 在聖誕節裡 開放 開放 開放